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M大家好 感谢收藏桑老书人带来的DOTOR直播比赛解说 来继续看2017年马尼拉大师赛的预选赛 中国区预选赛总决赛BO5的第三场比赛 前两场比赛的过程中 前两场比赛的结果呢是IG的一个2比0领先 那么第二场比赛打的我确实是 老跟爹这边有些地方确实这个让我看的是理解不了 仔细的回想了一下呢 可能确实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些想法 不过在本身就是劣势的情况下 我觉得应该是抓住一切机会去把自己的劣势一点点的慢慢找回来 而不是说去想着我总是想要找一波完美团的机会去把对方给打掉 而且其实你自己当时的阵容和装备并不支持你去打一个完美团 尤其是在面对对方这个大鱼跳踩 然后沉默后手接大 而你又没有任何一个人已经做出莲花这个道具的情况下 是没有办法去保证自己大哥一定把这个大招放出来的 在这种局面下 如果想进行一个翻盘的话 就是两个思路 打沉默的这个翻盘局就是两个思路 要不然你就是出到像BKB 分身斧 疯胀 莲花等等这类道具 可以去主动的把这个沉默给解掉 然后接后边的技能 要不然就是留买活 就留买活 比如说对方的第一波先手 大鱼跳踩 然后放狗 沉默接大招 把你的凤花给秒了 这个时候你的凤花留一个买活钱 买活过来去守第二波 队友这个时候往上冲 开始留人 打沉默基本上就是这么两个思路 要不然你就是出装备去顶掉他的大 要不然你就是留买活 然后快速到场打第二条命 因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你不具备说我在等你沉默没有大的时候去反打一波 因为对方一旦对你形成击杀 游戏进行到三十到四十分钟这段时间 他击杀你一次 等你活过来 再去跟队友抱团 找到人的时候 沉默大招差不多C的已经算好吧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的这种反打就不现实 那么所以留买活是最靠谱的一个方法 这场比赛IG前两手是搬掉了这个 前两手自己搬掉了狗和这个剧毒 老杨帝这场比赛先搬先选 搬掉的是莉娜和一个马甘纳斯 一手抢的是一个人马 IJ一手是拿了一个齐天大圣 那个齐天大圣应该是波波卡去打 波波卡的一个红王 看看这场比赛会不会在 老杨帝这边会不会在中单的位置拿一个米波吧 米波这个英雄确实也是一个可以选择的点 但是这场比赛如果老杨帝敢给摇地敢给拿米波的话 还是有勇气的 还是有勇气的 如果说一个剧毒被搬了 就导致老杨帝现在这个中单完全找不到感觉的话 我觉得摇地的这个拿人确实应该考虑给这个米比拿一手卡尔之类的英雄 上一场比赛 其实中单的位置如果给这个米比拿一个卡尔 我觉得好打很多 大叔你的大腿来了 不打个招呼 刀塔尔大叔今天来了 打招呼啦 刀塔尔大叔一来就打招呼啦 IG在第二手拿出了一个冰女 那么老杨帝子是补了一手光法 来看一看这场比赛 IG敢不敢去拿一个夜魔出来啊 现在倒是还有一个拿夜魔的位置 打一个三号位的夜魔去针对一段光法效果 其实从之前的比赛来看的话是不错的 IG先是搬了一手想大家 这种关键局啊 关键局是用想大家这种东西 还是该搬要搬一搬的 因为拿出来以后甭管他真的厉害不厉害 反正是个恶心你 看一看老干爹的第三手搬人 选择是搬了一个激洋兵的听歌 搬掉了江冰的听歌IG的第四手搬人 现在有人马这个 目前来看的话 胜率 人马是不是现在我觉得感觉是综合胜率最高的一个三号位了吧 有比人马高的三号位胜率高的呢 就出场频率高 出场次数不是特别少的那种 好像三号位出场率 胜率最高的英雄应该就是人马吧 而且这还是在人马这个版本已经被削弱了的情况下 他的胜率仍然是居高不下 他的胜率我觉得综合胜率比马格纳斯要高一些 马格纳斯的胜率主要是体现在跟自己队友的一些配合上 不考虑路人决 不考虑路人决 就考虑比赛的局 比赛局的亚巴顿胜率倒是也还不错 就但是比 但是亚巴顿跟人马相比的话的出场率还是少一些 人马现在的胜率真的是可怕 因为人马现在基本上是一个飞帮技选的一个英雄 亚巴顿你像这两支队伍好像都没有去很器重这个亚巴顿这个英雄 到现在为止两支队伍一场比赛都没有选过 ag第四手是扳掉了一个tb 第三手扳掉了一个小的家 老元帝自己扳了个夜魔 自己扳了个夜魔 防止你ag去拿夜魔去针对自己的光法 那这样的光法起码是可以发挥他自己应该有的正常的作用 拿人方面ag不知道第三手会不会去抢蚂蚁 因为自己有猴王 如果他不拿猴王的话 老元帝这样比赛有可能会给ami打一个蚂蚁 这是一个比较可能的一个 一个选人 呃 大叔有空看一下微信 我看一下 他会不会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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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的话 这套比赛IG选择是在第三周先给Burning拿了一个剑兽 其实Burning的这种状态挺可怕的 就是他这些carry 他的整体carry的英雄值并不算特别的多 就偶尔拿出来一两个让你特别亮瞎眼的英雄 大部分时间就是几个常规的英雄 但是打的确实不错 第四周IG是拿出了一个发条 好看一下刚才我是看了眼咱们观众给发的这个给我发的这个微信里边是有关于最近这个Maybee的剧毒 Maybee剧毒这个点大火的一个 他出来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之前有一场比赛 Maybee这个剧毒是随机出来的 是随机出来的 是在16号16号打ehomek的时候第一次出场 是随机出来的 特意去看了一下录像 真的时间到了以后 然后随机的 但是这两个英雄 这个英雄确实在这两天比赛的过程当中 给这个老元帝带来了非常高的一个胜率 从聊天记录上也确实看出来了 随机的聊天记录上也是表示说这个 最后一手是随机的 醉了 看来确确实实这个老元帝 这两天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中单这个巨贵也是个意外收获 第四周老元帝带是拿出了一个军团 军团主要应该是用来去克制对方剑胜的 从分位来讲的话 这场比赛的军团应该是 Mayby的中单军团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不是特别理解的一件事 就是为什么在这种局的情况下 为什么一直不考虑去给Mayby去打一个卡尔 Mayby的卡尔这个点 应该说在胜率上 还是比较有保障的一个英雄 给Mayby去拿一个卡尔 给这个比如上一场比赛而言 在面对Burning的狗的时候 Mayby的卡尔 然后在AME这个点上 可以放给他一个 法姆基这种英雄 我觉得这样去打的话 是不是效果会稍微好一点点 而且卡尔现在的装备 一般在点金A仗以后 通常情况下在如果补完飞鞋的话 都会做BKB这个道具 所以他也不是特别怕对方的这个 沉默的一个大招 法姆基呢 倒是比较怕这个大招 但是法姆基的英雄 他的这个装备篮里面是可以放一个风杖的 军团应该是中单 感觉应该是中单的一个军团 最后一手扳掉的是一个影魔 IG则是扳掉了一个AME的敌法师 看看最后一手这个姚弟怎么去BP 给姚弟拿了一个 给这个AME拿了一个水人 那这场比赛老干爹是回到了 大概他们在三个月前的这种套路的一个体系 大概是三个月前的这种套路体系 就是让这个MAYB去带节奏 拿一种节奏型的征单 然后让AME拿一个这种毒流型的carry去刷钱 大概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分人 感谢Kevin252赠送的77个鱼儿和27个赞 感谢观众各位观众赠送的若姬和赞 这场比赛从他拿人的一个思路来讲的话 其实等于是回到了之前小智在进行BP的时候 拿的那条这种体系 大概就是在三个月前的那个思路 IG最后一手是拿了一个黑鸟来去中南打军团 黑鸟打军团没什么优势 军团也是比较早被开发出了一个 用来中路去打黑鸟的近战型英雄 近战型中南英雄 耗血能力上这个军团很强在中路 而这场比赛老干爹的这两个酱油 在前期配合击杀黑鸟方面还是不错的 有Lion有光法这两个点还是不错的 这样比赛IG的前两者这个酱油味 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一个大胜一个冰女 大胜虽然说感觉现在这个比赛的胜率 确实是一般 不过冰女确实胜率蛮高的 另外就是再有冰女的帮助下 剑胜这个英雄在前期 他的一个发育会很顺 因为他可以不断的用棒子给自己加回血 甚至可以考虑用转去清兵线 就是当自己在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可以开一个转把兵线清掉 然后回去给自己回回血 或者直接钻野区 就可以立一个棒子钻野区 一边清野一边去回血 发条也可以在这个烈士路 不断的用导弹去清一清兵啊 或者用这个齿轮去弹一弹对方的蓝啊等等 冰女的存在就是在对方线上 就是对于对方来说 在线上面对一些小技能的消耗的时候 会显得比较强势 回答着直播间观众的问题 DAC我全程直播 DAC全程直播 我也问过这个DAC的版权了 咱们这边是 它是全平台的一个版权 所以咱们这边也可以播 大家可以放心 播播卡的四号为大胜 大Q的五号为冰女 这个分位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问题 Mayby的一个中单军团 中单军团在最近的比赛当中 胜率还是可以的 中单军团最近胜率 还是说得过去的这个点 这刚才插眼这个地方 被看到了 被看到了 这个插眼来的眼 第一时间就被对方给猜到了位置 而且这个摊号打的位置 都是直接重叠在这个眼上了 看看哪个酱油过来收 应该是冰女冰女 这身上就一颗真眼 直接往过走了 这个眼也是被对方给猜到了 这个眼刚才打摊号的 好像我看他看到的是黄色打的 应该是大胜看到的这个眼 不对这个眼是自己插的 黄色的这个眼是自己插的 插了一个风野的假眼 大叔以后还是别直播单机了 什么叫别直播单机了呀 没有比赛的时候我播啥呀 没有比赛的时候不直播单机 没有播什么呀 播体位教学吗 这玩意没有 没有人能配合我现场演绎 有观众问是冰女的 视频的脸部是什么 也是一个 也就是她的这个不朽吧 应该就是她的这个不朽 先拿上这变了一只鸡 变了一只鸡 跑得飞起 分路上来看的话 这场比赛分路还是比较常规的一个分路 优势路呢是放了一个钢三 烈势路呢是放了一个人马 人马这场比赛出门并没有选择去 我把这边变了一个 变了一只鸡 跑过来看着人马 准备打野的这个人马 但是人马的这个站位 我现在有点迷呀 不是人马站在这个位置 想打野是什么意思 我把这边变的就是鸡呀 真是 XS在这里为对方给上一个穿刺 身上还有一个齿轮 还可以弹一下 还在找机会弹 还在找机会弹 没找到机会 这个站位你要这么玩的话 有点危险啊 XS这个站位 看见跟这只鸡 这个大圣这个地方真的是好 好个应人啊 上都这个地方感觉应该是死了 这个位置应该是要被A死了 虽然是一个群 但是魔伴没有 虽然是魔伴已经吃过了 这还卡什么位啊 直接A就A死了呀 这有什么可卡位的呀 大圣这里也是生了一个 这个被动 生了一个被动 然后全程在跟着小智 在恶心对方的小智 这个人马 这个是个三号位人马呀 这个三号位人马 如果一直被这么挂着的话 这个比赛就有点僵硬了 这个对于人马来说 这么打的话很僵硬 这里大圣绕了一圈 上来以后呢 看到对方并没有过来 变了个香蕉 光法在上路 光法这个位置在上路 他只需要再找一找机会 再等一等找一找机会 还是直接去把对方 这个XS的发条给弄死的 中路的对线 目前MAYB的 这个补刀上面 倒是勉强 还说得过去 7-1的一个正反补 8-1 对方的黑鸟是10-1 作为一个近战英雄 打远程英雄 现在这个成绩 是我勉强还说得过去 咦 这个老干爹 这两个人 往后的一个闪身闪得漂亮 完美地躲开了 对方的这一个齿轮 哎呀 我这边怎么突然间开始卡了 看来不光是我这边卡 看来不光是我这边卡 好像服务器 今天有点问题 说起来没事 摸一把炉石也可以 不怎么费脑子 就当休息了 炉石我是一点不会啊 而且那个游戏 那种卡牌类的游戏 我 我十分的不擅长 休息脑子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简单 比较好像 这个打鬼气那类的游戏 鬼气啊 黑魂啊 什么那类的游戏 你不太需要动脑子 动作的游戏 稍微简单一点 这里再踢一手 补刀 反补这个远程兵 反补一个远程兵 确实还是 还是 还是心疼啊 这个真的是 还是心疼啊 大条这里给上一个穿刺 现在是耗年 因为有光法的存在呢 我蓝不成问题 虽然说 尽管说IG这边也有一个冰女 回蓝也不成问题 但是这里给上一个穿刺 好像有些想法 贴身了 已经开始 一个大波过来 吃一发 这里筐 没有合出去 自己的位置离大家太近了 这里能不能把这个摇地给弄死 摇地插一下 没死 水人这波肯定杀不掉 水人这波 但有转属性 0比2 两个人头都是发生在了上路了 文殿目前在优势路呢 自己打得还相当的不错 没必这里 现在身上是一个补刀斧 一个金会盾 加上一组吃处 技能方面选择的是 一个二级的被动 二级的压倒性优势 大叔你把归家意图通了 我送你丧尸位称4吧 我已经通了呀 我已经通了 你有我好友 你应该能看我得的那个成就吧 已经通了 归家意图 那个游戏整体感觉还是偏看脸 就除非你就是拼了 就是见人就杀 见人就杀 然后不停 见谁杀谁 然后基本上就不会缺资源 但如果正常打的话 确实比较拼脸 那个游戏 就不停的需要 save low的那种游戏 我走的那个归家意图 就我走的是一路杀过去的那种 就是加敏加智力的流派 然后一路杀过去 所以那样吧 基本不太会缺资源 看这里给一个兵 没有第一时间给兵 给一个兵 他没有 哎 喂 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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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位置他给一下都死了呀 哎 为什么不给一下 给一下死了呀 觉得对方 不相信对方没生涕 结果对方真的是没生涕 这个咋下来以后 并没有给上减速 赶了两层 波波卡这别抗塔 大胜这个症抗塔太疼 一个穿刺空了 给上一个压倒行动事 再接着找波波卡这里 接着往前后跳 砍树 没有来得及 对吧 跳走了 哎 这刚才这波亏了 中路本来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去击杀妹币的一个军团 结果差一下 自尽回头没死 呃 其实在没有比赛的时间 现在就是从道塔的发展来看 现在如果是没有比赛的时间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 呃 因为现在从今年的比赛来看 密度比去年还要大一些 有各个各种规模的这个赛事都很多 所以今年倒是没有比赛的日子 所以今年倒是不用太担心说这个没有比赛 没有比赛的日子 我估计一般就应该是在这个四大赛 我不知道今年就2017年还会不会举办冬季赛 但是从这个四大赛的角度来讲的话 基本上就是只有在四大赛结束以后会有一个 因为那段时间会有一个转回期的窗口 只有在那段时间有可能会缺少一些就是正式的比赛 大部分的时间这个比赛都不会挺过 我估计看一下这一波对于XXS的一个击杀 穿刺给上贴身一个波浪过来接着给输出 XXS得开一个机枪 然后一个齿轮直接往后撤 还是被A掉了一个 在没有光法的情况下输出还是稍微乏力了一点 稍微少了那么200点左右的伤害 如果这个伤害打的再高一点的话 应该是可以打死 刚才水人一个波浪形态找的时机 应该是在他预判对方发条有可能要开齿轮的时候 选择就开的这个波浪形态冲过去 但是对方的这个技能释放的标板 猴子砸下来以后减速给上 那么这波肯定是要死的 人头数被波浪卡的这个齐天大圣拿到了 维多利亚的光法 这波被对方拿到了这个人头数 人头数以后呢 现在双方我们来看一下经济情况 人头数整体是2比1 经济现在最好的是双方的一号位大哥 水人跟坚胜两个人都是3300的一个经济 中单的经济情况 目前激将冰是领先大概500块钱左右 500到600之间的一个经济 整体的经济还是IG领先一些 经验IG领先的比较多 IG在前期整体的一个经验领先了将近 在游戏7分钟就领先了2500的经济 这个差距就有点略大了 看看波波嘎的光这个猴王在整路这儿是不是要找机会就配合 队友搞一波这个没必的军团没必的军团这样比赛这个加点其实蛮拼的 上路这又死 上路这在塔下这么被人强杀 一个发条在塔下这么被人强杀队友都没有人帮的话 这样比赛 这有点过分了呀 这发条到现在位置8分半的时间还没有到6 而且现在是刚刚到5级经验刚刚5级多一点点 按照这个节奏打的话 你前期冰女这个英雄拿出来的价值就不 你就显得有点问题了 冰女这个英雄本身前期拿出来就是为了方便队友在线上去建立一个消耗和战线的优势 但是现在自己劣势路XS这个发条是真的变成一个劣势路了 下路这个地方看看光法还差一棒子 这个肯定是死了 大圣这个英雄前期这300射程 作为一个近战英雄这300射程太有名 下路的光法这波被击杀 以后双方的人偷说来到一个2比3 经验方面主要IG的领先是领先在这个冰女身上 冰女前期在打野的时候 她的经济增长是非常非常快的这个英雄 而且冰女的打野其实并不需要去出绿鞋 她出绿鞋更主要的一个价值 其实是体现在冰女这个英雄在游走的时候 提高一下她在第一时间切入到对方脸上给一个E的 就是冰封禁止这个技能的能力上 三级的光环 这里给上一个E 补到这个大的小的没补到 小的没补到不要紧 那冰女的一个等级现在起的非常 现在全场的等级最高的是两边的这个 大哥和中单位 大哥和中单位的话呢 军团的等级偏低 军团这场比赛在中路面对对方黑鸟的一个反补 吃了一些亏 现在只有七级 八级 对方的这个冰女是已经来到了七级 看一看这波开悟 Maybee的军团加上一个Lion的一波开悟 Lion打先手 而且这场比赛在打先手的时候人马可以给大 这里是绕到了上塔 但是并没有找到机会 这里给了一个扫描 对方没有藏在树林里边 一张TP也落下来的正好是这个发条 这里马上走过来 破雾 人马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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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不敢上 不敢上 不敢上 这个地方其实可以人马给大的 这也给上一个技能 先破雾 哎呀 这能给的 还被对方包围过来以后反勾 摇地这个地方是反送的一个人头 你刚才这种情况你要打的话就果断一点 这已经过来了 看到对方发条了 你就直接果断一点 人马给个大 冲过来以后 一波一套技能扔上去 直接把他甩死就完了 你要是不想打的话 你就果断一点来中路去包这个中路就可以了 这个老干爹 这个节奏打的真的感觉是缺少一个指挥 三个人在这转了半天 又怕对方TP下来支援 又不忍 又又又感觉又是不舍得离开对方这个发条 还是想杀他 耽误了很长的时间 没有人去指挥说我这个时候到底应该是上还是不上 浪了半天 等对方中路打完了以后 回到这个地方以后一包围 自己还反而交了一个人 浪费了一波开悟的机会不说 自己的军团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去补自己的精力 你等于刚才从开悟到现在为止 maybe一点兵都没补到 经济是一个零增长 这里给一个W 直接选择的是一张TP 走人 下落这里大圣站在树上 看着艾蜜在刷 这里砸下来 中 减速砸到 这一大拼一下 大招放过来以后 人马给一个大招 直接往回撤 你看这个人马的大招 明显刚才人马在征路有大的时候 可以去找一下对方上路这个人的节奏 没找 而且当时就算是TP的话 如果人马在这个位置 对方这些人基本上都在这个区域 如果你人马开一个大招 对方这个人有人TP的话 人马是可以冲过来踩着的 或者至少可以吸引一下对方的注意力 哪怕你的人马死了 哪怕你人马在征路被对方反手 对方放弃了TP 杀了你的人马 但是你上路起码是能弄死对方的一个发条 给上一个决斗以后 你能拿一波攻击力 同样是三号位的一个互换 给军团加一波攻 而且让这个军团能够在前提不顺的情况下 补一波经济 这个并不算贵 严格意义上说 不知道他们的这个 这一个勾又是勾中了姚帝 姚帝的这个Lion Lion这波又是战位 他这个战位也没办法 他不站在这也没有作用 Lion这个英雄在没有跳刀的时候 技能距离偏短 如果他站得过于靠后的话 很难形成一个有效的威胁 但是站得靠前的话 就被对方这场比赛的这个发条课 老哥那张比赛看看再往后拖 能不能再找到一些机会吧 这里帮助 加一个二级的T 往外弹一下 这里并没有法力流失啊 二级的光伏 二级的大波 这一个穿侧 留一下 Bernie往前追了一下 没有追上对方 没有找到甩这个大招的机会 回来去拆打配合队友 这个十级的剑胜 现在的经济排在拳掌第二 AIME的水人倒是刷的还不错 AIME的水人章比赛 也是先选择做了一个点金 草鞋 然后直接做点金 再去刷自己的一个林肯 看看老干爹能不能把自己的状态调整一下 现在老干爹的这个节奏感觉打的 就是有点过于慎重 过于稳重了 想赢怕输 这场比赛毕竟输了就回家了 而且很难的从败者组一直走到这个总决赛 很不容易 我可以理解老干爹现在这种心态 但是前两场比赛在BO5的比赛里面 前两场比赛该拼的时候没有拼 这场比赛想拼拼不动 其实第二场比赛我应该说 讲道理的时候 这个这里一个大棒子 垂着小智这里就直接被瞄 给一个穿词也没起到什么作用 第二场比赛从瑶的这个BP上来说 还是蛮有勇气的 蛮有勇气的一个BP 第三场比赛的这个BP呢 偏稳健 这场比赛的是偏稳健 选择了一个大壳 大壳的一个水人 但是效果怎么样 现在还看不出来 因为现在水人还没有出山 经济还是保持在了全场第一 还没有出山 所以现在到时候还有一些希望 我们既希望于这个水人 看看能不能撑到奇迹吧 这波对方对于这个水人那波游走 给上一套技能 剑上无敌战斩出来 水人一个波浪形态 人马开大直接撤 这样比赛老干爹应该是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希望在了AME这个点上 人马的大招基本都留给了水人去逃命用 对方这个阵容真的也就是缺硬控 IG这个人缺硬控 老干爹最后是我拿水人 我估计可能是考虑到这个点 对方这个阵容的技能都是软控 只有一个发条的勾 可以把对方说定在原地晕住 而且即便就是晕住 你也并不能阻挡这个水人去出这个 开转属性 不知道这场比赛黑鸟 会不会考虑去出一个子愿之类的道具 发条也是做了一个点筋手 发条这场比赛做的是一个假腿 假腿加上点筋 并没有选择去出绿鞋 阿托斯打这个水人的效果有 但是一般 因为阿托斯并不能阻止这个水人开转属性 出个子愿或者出个杨刀之类的道具 可以不让这个 比如这个黑鸟如果出一个跳刀 加上一个子愿的话 它可以跳过来以后 把这个遍体精灵去阻止它转属性 这样的话自己的队友后排跟上的话 杀的机会比较多一点 看看大圣 大圣的这个砸的这个技能在CD 哎呀你再跳一下再砸啊 肩胜之类赶过来给上一刀 还是没有逃掉 不过他确实太深入了 而且逃的这个方向 对方也很容易过来支援 AME的这个水人的经济 刷到现在为止的经济跟对方 Burning的这个肩胜差不太多 肩胜之类还是没出点筋手 就是刚靠一刀一刀砍出来的这个经济 Burning这个刷钱啊 Burning过来 开转 MAYB强行拆掉对方上塔以后 感觉自己这波也是走远了 切一发臂张 大圣撤走 这波MAYB也是被干死 小智赶到这个战场以后 给一个双生剑 被对方一个无敌斩 直接斩死 送了对方一波双杀 AME的水人还是在继续刷 这场比赛老干爹感觉已经是把完全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个AME的水人身上了 就这种比赛其实打的挺毒气的 多少点毒气 能不能赢就完全是看AME自己的一个人的发挥 团战的时候自己这些队友基本没有太大的作为 光法这场比赛呢 刷钱也刷得非常的不顺 17分半将近18分钟了 正常情况下我们看一个光法 就是正常发育的一个光法的话 18 9分钟应该是可以把自己的绿斜加A杖做出来 然后在这段时间利用白天的优势去脱高地 再利用自己的大盒去守 这样的话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节奏 但这场比赛由于自己所有的经济都是在给水人去刷 而且对方有一个大胜的情况下 这个光法没有地方去躲起来刷钱 一直在被对方怼 塔推塔的效率也非常的低 到现在为止一共只推掉了对方的一个上路的一塔 下路的一塔这波终于快被水人给带掉了 所以这个光法的经济也非常的差 挺毒气的这种比赛 水人的装备呢 选择是马上要 已经出完了这个林肯 然后我绿杖也拿在手里 下一段准备再憋这个 再憋这个虚灵刀 你别说水人这个虚灵刀真要憋出来啊 真要憋出来的话这个比赛还真没谱 看看老干爹 看看老干爹这一波开悟 这破悟被这个大胜战术让给破悟了 被战术让 哎这个大胖子没有中 这给让一个E发条勾过来 结果勾也怪了 被来的一个大招只上去 me两下平A直接拿到这个人头 水人一个波浪形态直接撤 这大胜砸下来以后想找人 但是没有找到 这波还行 这波还可以 被这个ame收掉了一个发条的人头很赚 经济方面是一下来到了一千一一万一千二 那么距离自己的这个虚灵刀还差不到两千块钱 准确说的是一千出头 准确的说是一千出头 Burning的这个一号位的剑上还是稳啊 其实有之前有好多人问我 就是现在觉得谁是中国的DC 我有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 我觉得我说我觉得是Burning 就是在最近这段时间 我觉得我说我觉得是Burning 有好多人觉得我都在瞎掰 真的觉得我在瞎掰 觉得Burning这个 这个真眼Burning这一个V战过来 M99的光法直接被带走 有人说我有好多人觉得我瞎掰 距离下落 又是被激将命一个大招 秒掉了一个人马 看看水人能不能追死 这里蓝漂亮 这波发财了 这波姚帝发财了 姚帝的这个蓝一波拿了500多块 将近600块钱 这样啊距离自己的跳楼也是有希望了 那可没变能不能够去 应该逃掉应该是问题不大 大圣这边居然都已经是碎骨锤在手里了 大叔有没有做一对一 DOTA基础教程的课时 比如一节一小时来收费 没有做啊 有这种东西吗 居然有这种东西吗 我没听说过呀 有这种东西我可以做呀 我真没听说过 水人这场比赛 再这么往后刷着的话 还真的是有希望 真的还有希望 你现在已经蓄灵刀了 看看坚胜 但是坚胜想秒的话难度偏大了一点 看看Burning最近的状态怎么样 扬住 被一个大棒子救下来 Burning起身 可以转 猴王砸下来一个玄约 这里一个蓄灵刀加一二连 给一个穿刺 nice 老干爹这一波技能搭配 非常的完美 直接是秒掉了对方搭上 虽然没有杀掉这个 奸胜 但是可以看到 姚帝杀了对方一个猴王 居然是能够拿到430块钱 隔壁有主播就干这事 这个有点厉害了 经济方面 目前这个 雪儿在拿到自己这蓄灵刀以后 这波节奏找的还算是可以 虽然说没有能够杀掉Burning 但是想杀Burning确实有点难 刚才如果说Lan有大的话 他再给完蓄灵刀 给完蓄灵刀加一二连 全都给上去以后 然后Lan接一个大招 这个上这样打的话 是有可能杀的 这里勾中了小智儿 人马的这个是装备 难面对对方XXS的发条 也是毫无办法 直接被对方在这个蓄灵里边 给OXX了 来这里跳过来 蓄灵刀一个夜秒掉 剑上的一个无敌斩 则是秒掉了一个Lan 那这里一个波浪形态 M1直接撤 这个是一个比较标准的水儿节奏 就是在拿到蓄灵刀以后 尽可能的利用自己的蓄灵 加上变体攻击到二连 去秒对方的降游 然后把自己的这个 刷剑节奏和这个等级增长的 维持下来 但是Burning现在开转 又是找到了对方的一个光法 再次神城击杀 开分身 身上有一个散尸 这里过来被跳羊 给上一个蓄灵刀 加一 比一个大棒子 救一下Burning这里被决斗 漂亮 老干爹终于羊被吐气了一把 把这个Burning给干死了 Burning这波被击杀还是很伤的 因为他这个人头是被AME拿到的 而且他送了M1B一波攻击力 M1B在游戏进行到23分半的时候 终于拿到了自己第一个决斗的胜利 IG这样比赛 其实我个人真的是希望 老干爹能翻一场 他能翻一场的话 起码我们能再多看一场比赛 Lion的跳刀出来以后 配合这个水人 还是搞了一些比较成功的事情 M1B也是做出了自己的B章 加上跳刀还有刃甲 M1B自己的这个经济 补起来的速度也并不嘛 看一下发条 发条这里是勾 还差20多秒 小王旅上 没有第一时间开出刃甲 被秒了 人马开大 小只 这个地方被黑鸟干了个爽 黑鸟给大直接秒嘛 没有秒掉 被人马开了一个挑战 头巾给顶下去了 被顶下了 没秒掉 Roshan还剩下大概五分之一的一个血量 Roshan大概五分之一 看看老干爹这场比赛 能不能再利用这个水人 现在还剩下比较多了 蓝 再搞一些事情 水人现在回家了 回家再补自己的状态 拿了一个幻象 进来去找机会 这里波浪出来 找波波卡 秒 波波卡被秒了 以后杨刀 扬住了吉祥兵 吉祥兵的黑鸟被决斗 直接找到机会 形成击杀 再拿一次决斗的胜利 AM1的水人 完成了一波双杀 看看IG 这里叫跳拆 踩住两个 一个双人剑 波浪形态 秒 漂亮 一次三杀 看看剑射 剑射这个地方 是给了人马一个 散尸以后 把这个蓝全部砍光 Lion是被对方的一个 XXS发条勾中以后 框住凑死 不过这波团战 仍然是老干爹 打得比较赚 最终的结果 还是老干爹比较赚 AME的这个经济 已经起飞了 在拿到薰灵刀以后的 几次机会 打断对方 酱油的这个机会 打断酱油的节奏 而且配合 这里被 秒破林肯 秒破林肯 但是好像没有人 能够后排过来去留人 这几次波 这几波打的还是不错的 这几波打的还是可以的 黑鸟的 现在的张围 黑鸟在没有拿到 BKB的时候 这几波参端 参的还是有点 这几波开大 跳 踩 踩住 给一个双人剑 这里水人飞鞋 过来 一个羊 过来给一套输出 又是ME拿到这个人头 水人又是连续 拿了几个人头 下一招装备 在更新完飞鞋以后 也直接选择去出兵眼 再强化一下 自己的一个 平A的一个战斗力 老干爹这场比赛 能不能够 把这个局面稳住 现在他们需要的 就是把这个局面 稳住就可以了 BURNING的经济 在对方这个水人 核心装出来了以后的 几波非常成功的团战以后呢 也是拉开了 被对方这个水人给拉开了 自己的经济目前还是保持在几方第一 落后水人四万 四千左右 领先对方的这个 中单领先了四千 现在整体的经济差 已经是被拉回到了 一个平均线 而经验差 则是被反超了两千五 看看发条的这个点睛手 出来以后 他的刃甲 其实出的并不慢 下一招装备 在憋自己的一场 诶 叉叉S 这里一个来 我取代这个大招 来这个大招 叉叉把自己给弄死 一个大招 处在对方的这个刃甲上了 不过还好 自己当时是个满血 问题不大 这波成功的就 击杀掉了对方的一个发条 利用自己在这个地方 这个岩也是搞了一些事情 看看军团 看看军团 对方是一个威光 救了一下 水人现在这个蓝量还是比较充裂 因为后排有一个光法 在给他加 这些人现在的装备距离自己的冰眼 好像钱已经够了 钱已经够了 看看这个鸟应该是在去买的路上了 鸟已经在这个地方买完了 看一下双方其他人的一个核心装 现在其他人的核心装 IG的大哥为剑胜 现在的核心装 暂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 黑鸟的BKB还是迟迟没有拿到手 军团的装备也是在憋自己的BKB 但是还差一段时间才能做出来 光法的A杖也是刚刚拿到手 Lion的装备选择是在跳刀以后 又跟了一把推推 酱油为小智 目前装备是一个跳刀推推 加上一个挑战头巾 这个挑战头巾救了小智好几次了 黑鸟目前的装备距离自己的BKB还差三百多块钱 一直没有刷出来 冰女身上是一个微光 发条这里在憋自己的A杖还差一千五 大圣这儿是想做 大圣这儿应该是想做引刀 大圣做引刀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 在放完大招以后有一个引刀站在自己的一个大招里面 可以搞一些事情 看看小智这儿怎么逃 推推用不用 推推推推 用一下肩胜给一个B站直接秒 水人这位置有点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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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斗给上 转属性一直在转一个波浪形态出来 决斗能不能把对方机枪兵弄死 被溢住以后没杀掉机枪兵 来上过来一个大招直死 这还剩一个空血的水人 焦盾 但是这一波IG好像团战是打得很转 目前来看 看有水人起来以后 能不能找到一些机会进行一个反打的一个机会 自己波波卡完成双杀 波卡追出来以后完成双杀以后接着跳树 接着上树 这里还有一个尖胜兵女 还有八条三个人在找这个水人 而这里一个波浪形态跨一下地形 猴王还在追吗 没有啊 放弃了 那这波团战老干爹是打亏了 杀掉了对方的一个黑鸟 但是自己死了很多人 这波团战 而且呢 水人的盾也焦了 水人这里是飞杰下来带波线 然后赶紧撤 看看这个猴王波浪形态 虚灵 加上遍体攻击二连 如同神一般的杀罗 直接秒 大叔你说的那个水人三连怎么算来着 水人的那个伤害就是 他的敏捷 他的敏捷数 你看他的敏捷乘三减一百 就是最简单的计算方法 你看他的敏捷数量乘三减一百 看现在这个水人 他的敏捷的数值是二百 二百六十五 二百六十五的话 你给他给上一个乘以三二百六吧 就算二百六乘以三是 七百八 七百八减一百就是六百八 然后他的ET二连打出来的总伤害 大概就是 一千三百多 就是他的虚灵加上E的二连 大概是一千三百多的数数 这个一千三百多的输出 是税后的 也就是说 算完对方的魔抗以后的一个输出 看一下这个波波卡上树 波波卡上树 这波很晚跳过来 给决斗吗 第一时间没给上 大圣直接开大 一个大棒子 留住没变 没变 这里一个推推 就一下人马开大 往后跑 跑的很果断 双方都是交了一波 交了一波大招 交了一个非重要的大招 但是这波互换呢 并没有被对方 都双方都没有被对方 抓到机会 AME的水 现在的装备 选择的是 下降出BKB 前好像差不多了 被我说的都要点看不懂啊 人家被我说的都要点看不懂啊 哎呦去 光把这个大波 这个波并清的 这个开心 两波也一个大波全清了 大圣在 碎骨吹以后 果断是掏了一个引刀出来 还是想要在自己 开了大招以后呢 引刀去保证一下 自己的一个生存 剑圣选择是 跟了一个雷锤 这里一个扫描 是扫到了 老干爹的这波开窝 不过老干爹 这波好像也没开窝 不是开窝过来的 是一个 吃了一个隐身符 Lion吃了一个隐身符 这波直接唱刚正面了 Mayby这里有BKB的情况下 对方能够对Mayby Mayby形成有效输出的 其实就只有一个 剑圣的大招可以有效输出 其他人都一番 其实就算是剑圣的大 现在打BKB的困长大 跳过来直接BKB 给绝盗开刃甲 水刷开BKB 直接上高地硬刚一波 看一下摇地 摇地这个地方往后推一下 撤出来 正面战场 这个地方Mayby被对方一波集火 带走以后 AME也是在这个人群当中 被打成一个残血 先往回撤一下 还是比较硬 冰炎以后的水刷还是比较硬 防高主要是36点护甲 36点护甲 但是BURNING的大招也开了 BURNING这里被杨浙给一个插 这里一个大波上来 BURNING还差一下没死 没死 一丝血没死 水刷这里波上来以后 还想找机会 没有空住 其实刚才如果水刷直接传到这个 刚才在打这个BURNING的剑圣的时候 旁边是有一个水刷出来的幻象的 如果当时水刷传过来 给这个剑圣一下 平A这个剑圣就死了 冲过来 再找波波卡的一个大圣 宝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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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石没有人捡 宝石没有人捡 这一个勾勾中两个人 框柱摇地推推出来 AME直接传出来 AME用自己的大招直接传出来以后 看看这个人群里面 这还有一个小智的人马 小智的人马好像先来捡宝石来了 但是好像是要怒送一波的感觉 推推CD 大招CD 跳刀用不出来 这路高地并没有高破 拆掉了对方的一个高地塔 双方打的还是很胶着爱的一个比赛 水刷现在不敢死 他11杀0死8入攻 现在水刷要是死一次了 估计少说给对方1000块钱 太肥了 现在这个水刷 BKB加冰眼 下掉装备把这个点筋手卖了 直接可以做一个蝴蝶出来 蝴蝶以后的这个变地精灵 一个大招出去的伤害就有点高了 IG过来再打一波 偷一波盾 看看能不能偷盾成功 对方所有的人都在这个附近 已经包过来了 现在主要还是在于 MAYB的这个BKB 他的这个BKB跳 你给决斗的话 好像这个决斗给上了波波卡 水刷开启BKB 直接去找XXS 这里开着刃甲 吸引了一波注意力以后 后排被剑胜和黑鸟给切了 这个水刷 赶紧拨浪形态走一下 对方的黑鸟BKB 还有一段时间 Lion过来一个非常漂亮的跳羊 扬着对方剑胜 不让剑胜往这追 人马这里一张TP 来到圣坛的位置 过来再打第二波 现在这波团战 暂时是打成一波一换二 对方交掉的是两个团战 还算比较关键的点位 而且双方大哥的BKB 全都交光了 老根天现在有明显的优势 在双方都没有BKB的情况下 老根天是有优势的 他现在变体精灵 这个秒人有点挡不住 你有BKB的话 好说 没有BKB 水刷就一个变体精灵 变体加上这个 薰灵刀的二连的伤害太可怕了 过来清一下这两个幻象 看看老根天是不是要 顺势去上一波高 现在对方有两个人 都在都处在被击杀的一个 但是稳一点的话 拆圣坛 稳一点的话过来拆圣坛 拆圣坛 然后把视野做好 这场比赛应该接下来 老根天会比较 比较好的一个套路 大叔讲讲水刷 这个英雄后期为啥会这么厉害 该怎么打怎么操作 他后期厉害 主要是因为他的输出的方式 不原因 他在他的后期跟对方的 跟普通的物理后期相比 他拥有所有英雄 都望尘莫及的一个防御力 你看这个水刃 他在没有任何装备加护甲的情况下 他有36点护甲 他有36点护甲 而且他现在的这个 这点完全转弯属性 拿到蝴蝶以后 有41点护甲 41点护甲也就相当于 他的有效血量 是他实际显示血量的 3.5倍 差不多是3.5倍的一个血量 就是如果你想用这个物理伤害 把这个水刃打死的话 你看他现在是1500的血量 你实际要打他4500的血量 就是你的物理伤害大概要打掉他4500的血量 而且这4500的血量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4500的血量 你还要面对他转属性 也就是说实际最终 你要把一个水刃打死 用物理伤害 你要打到1万以上 你才有可能把这个水刃打死 然后他的输出方式呢 是半魔法 半这个平A 他的平A伤害也很高 他现在有400的平A伤害 而且攻速非常的快 他不需要出任何的攻速装 他是一个纯属性装 就可以把自己顶得很强的一个英雄 这个是你其他英雄比不了的 下路这个地方 人马开了一个大招 剑圣跟水刃来一波决斗 这里直接给你一个 你看这个Burning 这边有点走不掉的感觉了 走不掉了 直接被这个水刃平A死了 正面战场这里黑鸟 也是被一个决斗 家人队友输出 直接带走以后 看一看黑鸟买活 过来找小智 小智这波被顶死 下路 下路剑圣 也是选择买活 过来再找水人 但是这一波团战 你虽然说 你虽然说是守住了 你虽然说是守住了 你的高地塔 你的高地建筑并没有掉 但是这波你是两个大哥买活啊 你是两个最肥的点买活 对方只死了一个人马 死了一个Lion 而你是两个大哥买活 这个经济一下就拉开了很多 刚才这个在下路 我们切过来都是稍微慢了一点 是因为当时上路和下路 同时要开团战 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下路这个团战 是剑圣在这个位置 给了一个水人的无敌斩 给了一个满吃的无敌斩 人马帮忙开了一个一张大招 然后你看这个水人 只掉了一半的血 然后当他的无敌斩出来以后 再想跟这个水人打的时候就完全打不过了 水人一个技能直接打掉这个剑圣半管血 然后开始拿冰眼追着你 在这种情况下剑圣这种英雄 他只有28的护甲 严格意义上说28的护甲不算少 但是你跟对方水人一比的话 这个就不是一个档次了 这个就是双方这个 这里水人上来后强拆 给个勾浪费一点时间 再给一个框 AME这里还在拆 自己的大招 外面还有十多秒钟的时间 直接传走 直接传走 另外水人这个英雄 他还有很强势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带线 他在后期用这个幻象去带线 他的传走是没有抬手的 而且他的这个转属性 在被晕住的时候仍然是能开出来 只有沉默和羊这两个属性 是可以让他开不出来 这个转属性 所以他的这个转属性 也是让他保证 在后期生存的一个很关键的点 看看这个水人 应该是在侧面这里想找机会 但是这里有一个在树上的大圣 人马这里开大 掩护一下风杖吹起来 来按这里一个推推往回撤 这里两个PKP大哥冲进来 一个决斗 找到黑鸟 直接决斗到死 没有人能救 Burning在这个人群当中 也是打不出来有效的 足够多的有效输出 看能不能砍子 MayB也漂亮 这波在利用大圣一个大招 分割战场的情况下 是成功的击杀掉了一个 MayB的军团 但是AME的水人 是在中央偷掉了建筑物 这里IG也是打出了GG 当你把所有的技能 都交在了对方 MayB的这个军团身上以后 水人基本上就是一个5P的存在了 这场比赛最终的时间 是40分钟整 26比26的人多数 这场比赛老干爹在前期 非常明显的一个劣势的情况下 而且自己打得很迷的情况下 依靠装备成型的一个水人 是成功的实践的翻盘 不知道下一场比赛 IG要不要考虑去搬掉这个水人 好吧 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然后咱们稍事休息 给大家带来双方第四场的比赛 目前的比分是一个2比1 我是桑桑达书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大家多多支持我的频道 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大家打赏给我 那么继续努力 感谢各位医师父母 我们下期节目见 感谢观看